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我们今天我们台湾受到封面语气通过的影响 还有封面后方的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天气会变得跟之前几天非常的不一样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冷空气暴动 而且这一波是有到达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要提醒大家添加这个保暖衣物 预计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最冷的时候 礼拜二清晨也会蛮冷的 在北部跟东北部是有机会下滩到只有13度 中南部跟东部也会下滩到15度 那么空旺地区可能还会再低1到2度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保暖 另外礼拜二开始温度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但是因为天气还是云量比较偏多 所以回升的幅度不算是很明显 到礼拜四天气才会再转晴 所以大致上提醒大家可能在礼拜三之前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是比较偏凉的天气 尤其在银封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另外要特别注意是这一波东北风南下会带来境外的污染物 那么主要影响时间大概就是在礼拜一 包含整个西半部跟东北部 宜兰附近也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都有机会达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等级 来看一下微信运动什么可以看到我们台湾 这个封面云气已经通过我们台湾了 那么这波封面水气也不算是很多 接下来影响我们的就是风厚的冷气团 东北风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银封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中南部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目前看起来大概到这个礼拜三之前 我们台湾到整个中国南方 华南附近水气都算是 云量都算是稍微比较偏多一些 到礼拜四开始之后 这个整个云量才会比较明显的减少 那么这个冷空气 东北风的影响 大概会持续到礼拜二清晨 礼拜二的白天开始到礼拜三 就会逐渐的这个缓和下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礼拜三之前其实水气 云量都算是稍微比较偏多 这个水气不算是很多 但是云量蛮多的 所以呢不太说容易造成明显的降雨 但是就是天空就是比较阴沉一些 来看一下整个降雨这个预测 我们台湾目前都受到 偏东北风的影响 会持续到礼拜二清晨 那么可以看到下雨 讯号没有很明显 就阴风面北部跟东半部 有一些局部地区 可能云层稍微比较偏厚 有一些局部零期短暂震雨 未来四天的话 礼拜一的这个降雨范围 稍微比较广一点 大概在这个新竹以北 跟东半部都有机会 礼拜二到礼拜四 最主要是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但是都没有很明显的 这个范围很大 或是颜色很深的一个降雨的讯闹 所以有下雨的话 都是局部零星的短暂的小雨 那么温度的话 请大家特别注意 在北部的温度 在礼拜 这个礼拜二的清晨之前 可以看都是比较偏冷 只有14到15度 那么白天高温 甚至在礼拜一 也大概只有15度 所以礼拜一可以说 一整天都是属于比较冷的天气 大家穿着 要跟前几天不太一样 礼拜二的白天开始 这个温度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起来 礼拜四 礼拜五会回到比较舒适 温暖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我们的 这个中部地区的话 也是要特别注意 清晨低温 在礼拜二之前 尤其礼拜一之前 大概低温都在15 16度 那么在礼拜一的话 白天的这个温度 也是比较偏低一些 比较偏凉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 多添加衣物 礼拜二开始的 这个白天高温 才会再逐渐的回升起来 那么在南部的话 也是这个低温 大概19到20度 可能受影响的一个情况 不算是比较明显 那么中午高温大概在25到27度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日夜温差 尤其局部地区 可能还是尤其沿海的话 这个风比较明显 也会稍微有点这个凉意 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基本上降雨几率 都是比较偏高 尤其在我们中部 宇北跟东半部地区 北部跟东北部的降雨几率 尤其算是比较高的 中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空气品质 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甚至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 这个红色警示等级 那么礼拜一的全天 这个白天的话 可以看到 雨量都是比较偏多 降雨几率 又是比较偏高 主要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西半部都要特别注意 空气品质 都有机会 这个达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或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 这个红色警示等级 有什么中南部要特别的来留意 另外要特别注意 清晨低温 可以看到多分分降到 大概只有14 15度 那么南部跟东南部 还稍微比较温暖一点 但是也大概都会降到20度以下 所以提醒大家 注意这一波冷气团的一个影响 还有这个空气品质的一个影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明天再见